美国股市方面三大指数连跌第四个交易日 其中导致今年的升幅全部一笔勾销 美联储一息之后 市场仍然在评估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前景 而区域银行倒闭危机的阴霾 也继续困扰着投资者影响了大盘气氛 市场忧虑会有更多的银行倒闭 我们来看具体数字 道琼斯工业指数说报33127点 跌286点 跌幅是0.86% 纳斯达克指数说报11966点 跌58点 跌幅是0.49% 标普白指数说报4061点 跌29点 跌幅是0.72% 详情我们来看住纽约记者发挥的报道 我们来看星期四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三大指数早时开盘就是下跌 抵开全天市负面走低的格局收盘时 也是以下跌作收 导致在今年还是走成了负面的格局 投资人在星期四继续关注的是 消化解读联储局在星期三的体系决定 一级决定之后 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同时地区性银行继续股价暴跌的现象 也进一步打击市场信心 其中是PACWEST的西方太平洋银行公司下降54.2% 那么收盘时是只有3块1毛3左右 去年的同期该公司股价是40美元以上 可以说是跌幅相当的惨重 而且是西部联盟 也就是Western Alliances公司 也是重挫39.20% 虽然盘中传出消息 该公司否认目前有寻求拍卖和整合的这个消息 但是仍然是股价出现重挫 那么KRE也就是标准Pro500指数 ETF的地区银行指数在星期四重挫9% 但是其中80%的这个成分公司的股价 在星期四都下探了全年的低位 而今年以来这个指数已经下降 也是超过38% 微软公司呈现走高 而AMD公司也表示 他们旗下的经电生产的技术 正在跟微软公司就有关AI方面的技术层面进行合作 所以也呈现走高的趋势 石油价格是下降0.06% 68块5毛6一桶 作出黄金 小不上升0.90% 2055.70美元 一样子作出 10年常年收益率 收盘时3.364% 星期五还要重要的劳工就业数据出台 将会对市场的走势进一步造成影响 以上是新一次情况 风光维持旁哲 纽约报道